嗨 大家好 是摩登兄弟刘宇宁 欢迎你 刚刚我知道 一连唱的两首 是两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 对 我如鼠家珍 一个是梦华路的梦华 然后另外一部 是爱情而已的反客为主 哎呦 谢谢 作为资深你的歌迷 我有发现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你知道吗 只要你的歌声一响起的时候 那个剧情的走向 一定就是HE 就是一定是一个 快乐的大结局 所以很多人 叫你是爱情保安 你有发现自己 有这个特殊的特质吗 是 因为很多网友说 我是这个爱情保安 但是其实就是碰巧了 碰巧 对 碰巧了 然后每一次 这个男女主角 可能这个爱情 要这个进入一个 这个层次的时候 就我得 进入一个层次的时候 就出现了 对 我得唱两句 祝祝幸 雨宁 你自己会追你自己演的戏吗 那不然呢 得看了 要看是不是 是的 但你从观众的视角看 你是希望看到结局 如果以你来决定的话 你是希望看到结局 是HE的 快乐大结局 还是BE的那种悲伤大结局 如果是我看的话 我希望是HE 但是如果是我演的话 我希望是BE 你就这么虐我们是不是 对 希望观众愿记得我吧 对 会有遗憾的嘛 所以并选择 如此 感谢观看